风筝是一项结合体能和艺术的传统民俗活动 云林县每年一度的风筝比赛 今年以在地的农鱼特产为主题 吸引了七个团队近百名师生报名参加 带您去看看 一条条的鱼 一串串的水果 一声令下 纷纷往天空飞去 我放的风筝能飞那么高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很开心能放那么高 我拉着风筝一直跑的时候会觉得很累 可是也会觉得辛苦是有代价的 风筝要飞得又高又稳定 还要飞姿优美 色彩亮丽 造型有创意 才能获得裁判的青睐 其中以长达几十公尺的多节大风筝难度最高 那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一支多大的风筝至少都要一个月以上 因为它包括了间距 还有它的上色 还有它的烧边 以后还要再做调整 还要做飞行 风筝可以结合体能与艺术 在制作和生放的过程中 更需要团队的合作与默契 藉由我们推展放风筝 那孩子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这个学习过程中 他们的团队合作还有学到责任感 比赛状况的一个跑放还有控制风筝 其实这一部分是一个很好的身心的一个协调的一个运动 比赛结果由成龙国小拿下团体组冠军 既有活动 除了让参赛者互相观摩学习 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放风筝 西唐野孩电视沉月秀 台湾云林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